司马光破缸救人 有一天,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捉迷藏 司马光趴在墙壁上,数着一到二十 躲好了没? 好了! 小朋友们有的躲在树后 有的躲在草丛堆 还有一个爬到树上 司马光指着草丛堆说 哈哈!出来吧! 大家玩得正高兴时 突然听见噗通一声 糟了!有位小朋友掉进了水缸里! 有的小孩吓得逃跑了 有的吓得哭了 大家都乱成一团 司马光冷静地拿起一颗大石头 用力地把水缸砸破 水哗啦啦地流出来 救了那个小朋友一命 大人们听到水缸被打破的声音 都跑来看个究竟 大家知道详情后 都称赞司马光聪明又勇敢 没关系 要先看到一项 生日仿 并尽 eron